詞曲 李宗盛 今年我們亦出版了一本特別的傳記作品 書名是《苦命天子 涵風皇帝 逆柱》 涵風帝是誰呢? 她是慈禧太后的丈夫 元明院最後的主人 在她的統治之下 曾發生英法聯軍火燒元明院 太平天國戰爭 天地會造反 以及曾國凡和雙軍崛起等等 改變中國近代歷史進程的重要事件 這本書是著名歷史學家 毛凱健教授一次特別的嘗試 她突破了學術專注 和通俗讀物之間的分野 寫出了一部專業和非專業讀者 都能夠接受的作品 山洞刻畫了涵風帝這位 生存活世的苦命天子的形象 今次推出的新版 除了由毛教授親自教定 全部的文字和配圖之外 更加增加了一篇 有關曾國凡和他的相關的精彩港稿 毛教授指出 在傳統教育的培養之下 涵風帝納致成為一位好皇帝 亦屬知做皇帝的各種規範和統治策略 但他既無知人之名 又缺乏時代的軟建 結果愈努力 下沉愈快 造成個人與治國家的災難 近代中國百年的危局 正正肖此於這位平庸皇帝的悲劇 近來多了人關心國際關係 哈佛大學教授符高爾認為 搞好中日關係 應該講講歷史 在《中國和日本一千五百年的交流史》這本書 指出兩國關係遠遠流長 由引進文明、促進貿易 到應對歐美、爭奪領土 中日的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 有廣泛的聯繫 甚至追溯到第六、第七世紀 如果將遊牆的歷史 用三言兩語一錘定音 就會有利說不清 而作為研究了日本和中國 超過五十年的社會學家 傅高爾教授是不用錯過的學術權威 另一本書《逆思逆有逆敵》 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係 神戶大學的黃柯教授提醒我們 在經濟政治利益較勁下 要留意日本對近代中國思想的影響 例如軍事和領土議題 日本曾經是中國的敵人 在中國實踐現代化、青年留學的經驗上 日本有老師的角色 而這百多年來 兩個國家有好幾段日子做到朋友 有平等的地位、交流、學習 這樣的歷史視野 在各種官方的講法裏面 未必找得到 有人說旁觀者清、當局者迷 面對未知的未來 想問題的過程十分重要 要衡量利弊 要以史為鑑 希望你會得出屬於自己的答案 2019年 我們趁著歐威爾名著1984出版70週年 特別選了劉少銘教授的中譯本 再度出版 就在劉教授為這本出版了35年的譯作 《教隊》的時候 興起接著翻譯歐威爾另一名著 《動物農莊》的念頭 他說 要值歐威爾再講一次這個恐怖惡勢力 那麼1984和《動物農莊》裏面的惡勢力 是怎樣的呢 對老大哥只能讚美不能批評 因應形勢改寫歷史 人民互相監視舉報 心怕說錯一句說話 做錯一個動作表情 就會被政權帶做文章 這個是1984的世界 而政策不斷搬龍門 只照顧上位者的利益 製造階級和外部敵人 培養爪牙 被特權他們以恐懼統治社會 這個是動物農莊裏面豬的領導方法 歐威爾一直堅持 他絕無惡意詆毀社會主義事業的意圖 動機不外係比民主西方社會 流傳一步警勢通言